欢迎收看《台湾一起示录》 我是王北翔 1996年 这名叫做黄美霞的大陆女子 她从福建下来了台湾 拿到了身份证之后 她就离婚了 而且还改了名字 叫做黄敬文 然后她在台中开了一家推拿馆 因为她的手艺不错 又会讲话 所以她的生意特别好 很快她就赚到了钱 而且还买了房子出租当房东 因此还认识了一个房客 叫做兰坤渝 黄敬文虽然比这个兰坤渝 年长11岁 但是因为她保养得宜 所以在外表看起来 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两个人因为日久生行 就陷入了热恋 不过这段恋情 似乎没有得到 南方家人的祝福 有一天兰坤渝 她突然失踪了 连住在一起的黄敬文 她也不知道人到底去了哪里 调出监视器发现 人明明有回家 怎么可能出了电梯之后 就人间蒸发了呢 兰坤渝的失踪 真的和她的同居女友 黄敬文有关吗 不管如何 有民意代表 帮忙开了记者会 这起失踪案上了新闻 而辖区的警方 也受理了报案 就调出了社区 所有的监视器画面 仔仔细细地 勘验诡诡诡诡 结果就是找不到 兰坤渝她下楼的画面 这就奇怪了 难道人还在这栋大楼里面吗 尤其是当年美国 刚刚发生了 镇静国际的兰可尔事件 这名女子 她在电梯里头 做出了很悔意的举动 感觉好像电梯外面 有人在跟她对话 但是却没有拍到任何的影像 那么后来人就离奇地失踪了 最后竟然是在顶楼的水塔 找到了她的尸体 死因非常的离奇 所以当时台湾的警方 也看到了这则外电报道 他们也有上到 这栋大楼的顶楼去找水塔 但是他们有发现什么吗 为了让一个人消失 黄静文他真的处心几率 花了整整两三个月的时间 在准备吗 但问题是 他在检警的面前 明明表现的是 那么深爱兰坤渝 他比谁都想赶快地 把人给找到 那为什么检警 还是把矛头指向了他呢 因为后来在社区的 电梯的监视器里头 检警又挖出了 这几段非常关键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这个头戴安全帽 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的 红衣女子 她是谁呢 她手上还拎着 大大的黑色的塑胶袋 她是要出门倒垃圾 还是在搬家呢 而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这个人上楼下楼好几趟 她到底是谁呢 蓝爸爸一看到这个画面 马上说 她就是黄静文 警方听到觉得 已经有互相的预感 难道失踪的蓝坤渝 她会在 那些袋子里吗 黄静文她在台湾赚到了钱 买了房子 还当起了房东 而且还因此和帅气的房客 蓝坤渝谈了场恋爱 原本看似幸福的生活 却因为两个人之间 介入了金钱的纠葛 再加上 南方的家人 似乎反对两个人交往结婚 所以黄静文 她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最后却落得分手的下场 满腹的委屈 和满腹的愤恨 竟然 就让她萌生了这一场 杀人计划 说了一个谎 你注定要用更多的谎来圆谎 而终有一天 会露出破绽的 警方大胆地推测 如果蓝坤渝她真的遭遇得不测 那么黄静文她的住处 很有可能就是 行凶分尸的第一个现场 但调诡是 大批的见识人员 在厕所 在卧室 仔仔细细的财政 却没有发现任何血迹的反应 不过现场倒是有闻到 非常浓厚的消毒水的味道 难道这个现场 已经早一步被彻彻底底的 清理过了吗 那如果凶手真的是黄静文 那她真的要把警方要问 要查的 早就经过了事先的 沙盘推演和准备 而警方眼看没有办法突破 黄静文她的心房 于是决定 让她休息一下 泡杯茶 跟她坐下来聊聊天 没有想到 聊着聊着 黄静文她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 她想要求见检察官 为什么呢 黄静文她都认了 是因为她相信检察官答应过她 会给她最公平最合理的处理 那她心里头 她到底有什么委屈和愤恨呢 这个消息传回到了黄静文 她位在福建的老家 家人都不敢相信 当年那一个 想要到台湾努力赚钱 改善老家生活的黄静文 她竟然会成为一个 杀人分尸的凶手 黄静文决定了 她要在住宿动手 杀害兰昆瑜 但是她担心的竟然是 万一新闻曝光了 变成凶宅 那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所以她的杀人计划 第一步 竟然是要先把房子给卖掉 当初她才买了一百多万 于是当有人开到三百多万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 她就卖了 除了卖房子 黄静文她还偷偷地 要去收集安眠药 为了要开车气势 她不会开车的 她就跑去驾训班学开车 而这一切都在她的杀人计划当中 但问题是 她如果真的是在家里头杀人分尸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 为什么监视小组会列 一点血迹反应都没有踩到 黄静文她不是一时冲动 所以失手杀了人 她是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计划 而在准备动手之前 她甚至还像往常一样 她对死者的父母亲 嘘寒问暖 一点意状都没有 但究竟有什么样深仇大恨 让她非要杀了兰昆宇不可能 死者的父母说 黄静文在法庭上面态度很嚣张 完全没有任何的悔意 也没有任何一句的道歉 但是为什么法官 还是认为他有教化的可能性呢 我在4月29号清晨 我印象中非常清楚 大概4点左右 我接到我一个姓蓝的朋友的电话 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说 他有一个朋友 从南口来到风云要找他儿子 找不到他儿子 他告诉我说大概三四十岁 他说那失踪多久呢 大概一天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三四十岁的人失踪一天 可能不叫做失踪 可能是常常会不晓得 应该就去哪里参加活动而已 还有那么紧张吗 但电话那一头的语气相当地焦急 显然一整晚都没睡了 为了让兰家的爸妈安心 本着名义代表的服务精神 谢志忠他觉也不睡了 他换了衣服立刻前往失踪男子的社区 蓝爸爸跟他说他上楼找过了 但儿子的女朋友告诉他人不在家 他们直接调出了监视器画面来看 把车停好 把车停好 那个画面也有拍到那个画面 就出了电梯之后就没有影响 所以看到他出电梯 那是他最后的生理 按照常理来说 蓝昆瑜他应该就是回到家了吧 时间大概是凌晨三点多 而之后监视器再也没有他搭乘电梯 离开社区大楼的画面 那人呢 难道是这样离奇的人间蒸发吗 一行人仔仔细细的 再把监视器画面看过一遍 结果发现了这个举举诡异的声音 在4月27当天下午3点18分的时候 4月份其实也蛮热的 但是就会看到那个所谓的 跟他的同居女友黄小姐 穿着大红衣 然后戴着安全帽 然后总共我们看到四次 就拿大包小包拎着出去 大红衣那个黄小姐 那个是我们跟那个 蓝爸爸他们在看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种黄小姐 我们第一个怀疑就是说 那种天气没有必要穿红色大外衣 他是从一出门 从坐电梯下来 他就戴着安全帽 这跟我们平常人的习性不一样 因为他的机车不是停在地下室 他机车是停在一楼大门的外面 是因为满热的 通常会是拿着安全帽 然后到要起的时候才戴 那他不是 他是戴着安全帽 从中庭这样走出来的 蓝爸爸一口咬定 这个神秘的红衣女子 就是儿子的同居女友黄靖 他的举动实在太奇怪了 男朋友不见了 他却还在忙着搬东西 我就跟蓝爸爸讲说 我是民意代表 但是我也不能失闯民宰 但是那是你儿子住的地方 爸爸找儿子天经地义 所以你觉得有资格上去看一下 看儿子到底是不是一切安好 你有没有在里面睡觉 所以我就建议蓝爸爸说 我亲自陪你上去 看看你儿子还站不在里面 我还记得他告诉我们说 他就不在啊 他说不在没有关系 你让我跟蓝爸爸进去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就好了 后来他就答应了 那我们就走进去了 我记得那间公寓并不大 那我跟蓝爸爸就一路这样走进去 看了浴室 看了卧室 看了客厅 就真的都没有人 看到了男友的爸爸 带着民意代表找上了门 黄静雯说 他也急着在找人啊 他是跟我说 他要跟那个客户去酒店 我话哨38度 我就不混成了 我睡到两点多 三点多才起来 我起来的时候 我会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他 我想说有痛没有结 我跟你讲 我心里很心痛 他是我最爱的人 王静雯一脸满腹委屈 强调他比谁都要着急 竟然还被怀疑是分射杀人犯 你们要收证是不是 你们是收的 不是要收证啊 你们如果要收证的话 你们收手票开 我们不是警察 我们就能收 没关系 我还心痛 他还不打电话 他以前有没有过这种 这种行为模式说 突然就两三天不见证 以前是没有 但是他有遭遇症 他有遭遇症 常常去做一些 就是很恐怖的事情 但小兰爸爸却说 他儿子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气氛有点僵住了 突然 黄静雯似乎认出了谢志忠 当场寒暄了起来 他说 我上次还要投给你 那时候真的 那时候你想想 反而让我觉得说 这家拍摄 好像打扰到人家了 所以我还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啦 我是陪男爸爸来找他儿子 所以我现在事后回想起来 其实我觉得好冷静 超级冷静的 而且瞒之到台湾的人情世故 他真的还讲说 你不是就是那个谢志忠议员吗 他用超人口 他们的中国的口音 我上次还要投给你 类似这种感觉 好像就是 蛮深安台湾的人情 人情世故 还故意这样讲 那当下的时候 我们不确定是他 也不确定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事后可以想起来 那个地方就是命案的现场 而且凶手就是他 那看到我们的时候 竟然可以这样神色自我的 这样子的表现 坦白讲 现在想起来是毛骨送来的 王静文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太自然 但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 谢志忠决定要顺从自己的直觉 他要帮蓝爸爸 举行一场记者会 他是说拜六 拜六岁了嘛 拜六岁就没回来 结果我去招待的是 是星期一天早上 三点多的时候 他要上楼到九楼 然后我怎么找的 找不到他往下 再走出来的画面 环绕什么 你环绕与比喻 我没这么说 我没这么说 奇怪吗 因为我现在的小孩已经没了 这么久了 又好像有起在面堂 有看到他起在 不看到他到底要平空消失 对吗 如果蓝先生还健在的话 我想我们开那个记者会 他会出来澄清 那我也可以帮他爸爸妈妈 赶快找到儿子 那如果是蓝先生 真的已经发生不幸了 那我们不能让凶手 陶瓷夭夭 特别他是 他是中国籍的女子 他如果不回去中国 要去哪里找 我们收到报案之后 我们开始调阅被害人住所 社区的所有监视器 因为被害人住所 住这个地方 那个是集合式住宅 非常大 呼数非常多 出入口电梯很多 所以不是一时间 只有一个出入口 过一部电梯而已 所以我研判 他可能负气 然后跑到楼上 跨越别洞 走别的电梯 走下来又有可能 所以我们开始调阅 但调阅到被害人返家后 第二天第三天 都没有看到他出门的身影 那我们就觉得怀疑 清查过的社区 每一部电梯的监视器 都没有拍到 蓝坤于他下楼的画面 除非他自己不想被拍到 难道他走逃生楼梯吗 如果他是三更半夜离开 那他就不用刻意再回家 他特地把车子开回去 然后人再走出来 这显然就是在逻辑上 就觉得很怪 什么逻辑都讲不通 除非蓝坤于 他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 他被消失了 因为他的手机并没有开机 所以后面就没办法去做 紧急定位了 捡紧大批人马在社区大楼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甚至连顶楼的水塔都清查过 因为当年在美国才刚刚发生了 离奇的兰可尔事件 也是在电梯留下最后身影之后 人就不见踪影了 因为水塔都收了嘛 对不对 对 我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往最不好的方向想就是尝试的地方 既然他没有离开 那他有可能在这栋大楼里面 投入紧急下去以后 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去认定 他到底在不在这栋大楼里面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查案又查回到了原点 黄靖文应该是最后 见到蓝坤于的人 这次轮到检井上门了 黄女一开始表现的就是说 他一直强调说 他也很着急要找他出来 同志愿离奇地失踪 黄靖文他心急如焚 这都是人之常情 正常反应 但是继续问下去 却让检井起了疑心 很多黄女反应是 出乎意料地对答如流 很像我们问什么 他早就清楚了 很像有一套剧本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反应超乎异常 也是蛮可疑的 因为很不正常 一般的反应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问他 他会想一下 什么情形他会回想一下 但是他已经很像都想好了 就很像照着剧本念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了解到案情 一定很不单纯 他接着就说 他也出示说 他打了很多通电话 给南昆宇 所以他手机里面 也会有一些迹 你看我真的爱他 所以我打了这么多通 而且我一直打 我真的吃不好睡不好 我真的非常担心他 他没有了 那个就是他有 他有那个周遇症 他周遇症他常常都会这样子 常常都怎么样 他常常就是动不动就 就这样子 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忍耐 他就那么爱苍了 还怎么办 言谈之中 黄敬文不经意地透露出 尽管蓝昆宇对他言语暴力 但他依旧深爱着他 也希望赶快地找到男友的下落 不论检警有什么要求 他都会全力地配合 因为他本来给自己设定的角色 就是一个协助者 他很着急 希望警方能够赶快 这个查出他的下落 他很愿意百分之百地 来协助警方来调查这个案子 所以他始终就待在警局里面 来协助 这次他没有离开 我很爱他 我觉得他来 我就找不到了 我都没有 奇怪 他怎么样 他都很好 他还都公到警官 让人家不要怀疑到他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 我们他不知道 台湾的剑士器这么厉害 你看 台湾的剑士器 他还没有一个人做车 他还要连去连开车 他很多 人家推车回来 他都已经做好了 其实两三个月前 他已经在 在推连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又可以 一般人看到这些画面 可能会联想到是 这是在搬家还是在倒垃圾呢 但因为这个人实在的太诡异了 他大热天的头戴安全帽 全身包得密不透风 资深法医高大臣一眼看出 这其中必定有鬼 因为他丢弃了那个垃圾袋 都相当大大 都超过三十五分 我们一般的热搜 纯节三十五分 我们的人体 骨折三十五分 我们的骨折都三十五分 你还要骨折这个骨折腾 很麻烦 所以你会用 比较大的杂子折 我就跟人家说 你怎么都没做 里面都会死磋 他说人家很大 警察又来了 这个红衣女子是你吗 黄敬文他大方的承认 而且交代了那些黑色的 大垃圾袋 装的都是衣服 他要搬去他的工作室 最后警方问的时候 他也设想好说 就是带警方去这个地方 看这一个他运出去的东西 证明说他当天 在监视器里面出现的时候 所运送的东西 全部都是废弃的衣服 或是他工作室所需要的东西 那到我记得到当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 整个风向怎么好像转了 丰文婚级有来告诉我说 那个他拎了那个大包小包 是他要搬家啦 他外面就离他住家不远的地方 他开了一个夫妇工作室嘛 那所以警察有把他带到那个夫妇工作室 看看有没有所谓他拎了那个大包小包的 要搬家的东西 所以丰文婚级来告诉我说真的有 所以那大包小包不一定是我们华语的 丰先生的几个毒笨 他是他真的有拿那个大包小包的东西 去到护衣店 全部衣服全部都是 他连我底包底包全部都拍到好了 而且他不见了 你会有点着急吗 还着急 着急得要死 我都快死掉了 吃不下 睡不着 当天啊 发现他怎么走赶紧回来啊 他是我最爱的人耶 黄敬文又再一次的强调 兰坤宇是他最爱的人 但恐怕他已经知道了 自己被警方盯上了 难道被发现了什么破绽了吗 如果有人三天半夜戴安全帽穿雨衣 去搬家嘛 你时间点也不对 你的装扮也不对 动机也不对 种种来讲 他的解释上会不解释还好 他越解释反而越让人家觉得 他讲话是不可信的 如果黄敬文在说谎 那黑色的大垃圾袋里头 装的究竟是什么呢 检警反复地查看这段监视器画面 甚至局部放大 结果意外发现了 黄敬文的手好像受伤了 昨天在涌花店是怎么知道 警察警方的衣服较不清 所以警察就说 你手怎么样 他就没有 他说没有 我就切菜不小心 我说可以不可以看一下 他说不行 这个伤口很深 我说切菜怎么会切到伤口很深 他忽然愣住了 就随便糊润说我切猪皮不好切受伤的 所以那种反应就很像他马上找一个理由来唐塞 但如果袋子里头装的真的是不幸遇害的蓝坤鱼 那么钓越沿途的监视器画面 应该可以追到黄敬文最后究竟去了哪里 发现他运送这个塑胶带出去的以后 左转跟右转不同 也就是到他的工作室 他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到他本来这个租车的这个地点的时候 就是要把石袋放到他出来的车子里面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现在又更让人家觉得怀疑 就是说你的方向上 如果你同样都要放到工作室 你怎么会走不同的方向 有一些比较特别诡异的一些 跟一般人场里比较不相符合的 你把他细部去做追问以后 他就很难全面性的自圆其说 因为一个人他要想这么多谎话 而且八面玲珑到完全没有漏洞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他想了一年都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 能够把所有的谎话都圆好 如果全部监视器都没有调到他离开的森林 那人不可能凭宫消失嘛 所以我们就往最坏的方式想 会不会在他的住所或许遭遇不测 然后那个警官来问我 我就跟他说 混尸了啦 赶快去找血迹 要找医师像说 我怎么去摸医师的水管嘛 所以我们取得这个 黄姓女子的同意 我们派出监视小组前往彩阵 那个一般人我们用看的 看那个血 如果血被擦过之后 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们有一种仪器 那叫血迹反应 那是擦不掉的 会有血迹反应的 但是他们用那种最先进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搜索血迹医师的时候 去扫过一次之后 发现里面 便没有血迹的反应 见证人员跟我回报说 他现场是闻到非常浓的 那个消毒药水的味道 可是第一时间 见证人员说 并没有明显地看到 有什么血迹或是血点 可能他有做清理 所以才会有这么浓厚的 消毒药水的味道 他可能有 整经有做打扫跟整理过后 在当天下午 我印象中是六七准准 因为说 所以丰盈的分离告诉我说 有这两个状况出现 不一定是我怀疑的 就是那个分尸案的部分 所以当下其实案情是陷入较左的 检警的推断 被现场的激证给推翻了吗 还是难道有人找一步 淹灭了所有的激证呢 他当初协助我们调查的时候 因为反映异常的冷静 对答如流 很像事先讲好的剧本 只要我们稍微一怀疑 是不是他对他男朋友下手 他就哭哭啼啼 他说我都担心要死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问我 所以他很反抗警方这样怀疑他 如果再这样继续问下去 黄敬文恐怕会更加的武装警戒 于是检警决定要先暂停笔论制作 帮黄敬文泡杯茶 让他休息一下 所以从泡茶聊天中 先站在他那一边 然后说就顺着他的话说 你很爱你男朋友嘛 说对啊 你有多爱他嘛 他说我可以为他去贷款一千万 给他做生意 甚至我这么爱他 我们都论几婚价有小孩 讲到这边的时候 他的心房就卸下了 然后我们忽然就问他一句 你认为很爱一个人会不会老是很恨一个人 他说没错认同 你会不会恨到对你男朋友下手 他脸色马上变了 稍稍放下心房的黄敬文被警方突袭之后 他开始有所动摇了 只要你讲出来的内容是可以查证的 而且是对你有利的 你跟我讲我都会尽全力帮你做调查 不会只有这个收集对你不利的部分而已 而是你有利不利的部分都会做处理 都会做调查 那将来即使说你有做过事情 也可以让你在这个司法上面来讲 得到最公平的 最合理的一个处理跟这个判决 那他当时是说他要想一想要思考一下 后来我们就马上跟他消以大意 人不会凭宫消失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相信我们监视器一直掉下去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 所以那时候他又开始哭哭滴滴 说他想休息一下 那后来他到半夜12点 就是半夜12点左右 那台突破新门承认 他忽然坐起来 说他要见两个人 我说你要见谁 我以为他要见他父母亲 他说我要见检察官 法官 我就问他你见检察官 法官要做什么 他口中喃喃自语 很可怕 很可怕 现场真的很可怕 就这样 然后我就献着他的话 你确定你要带我们去检察现场吗 我就直接这样跳跳起问他 他说对 你找检察官来 我就带你去 那真的很可怕 那我是在早上的时候接到电话 那他们讲说 嫌疑人就是黄静雯 黄静雯有话要跟甲冠讲 所以我才再派车到宝美分局去 那再跟他谈一谈 那当时他才讲说 整个方案的一个进步 这图是你带的 他后来为什么会想说 要跟检察官自首 因为他知道你证据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知道他真的逃不过 只是早晚会被发现 早晚的问题而已 他自己做还是有他有情人 他自己做 他在检察如果对得很亲切 相对的客源就会很多 男生 男孩子都喜欢嘴巴甜一点的女生 管你长得丑或是漂亮 像你嘴巴甜 按摩技术好 男生应该都是能接受吧 而且去的应该都是那种中年男子吧 原来黄静雯他的好手艺是三代家传 他在福建的老家 墙上挂满了感谢的景旗跟别人 他非常有生意头脑 所以他很喜欢赚钱 他认为来台湾就是要赚钱 除了有生意头脑 黄静雯他也用心钻研风水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风水与水晶球 地上还有咬着红包的招财皮粥 在桌上堆满了金元宝 而为了赚更多的钱 黄静雯他不仅开了工作室 还当起了二房东 那个房客很多人 没有哪有啊 你会问那机车就是到嘛 男男女女都有就对 王静雯把透天错的一楼 隔出了四间雅房 在二楼三楼各有两间套房 四楼还有一间雅房 总共隔出了九间房 一个月的月租金至少上看八万块 这以前是工作室 然后现在隔成雅房 这间以前是工作室 有啊有啊 有啊 他那个房子很快就洗掉了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很厉害 她的意志是恐怖 不然有很多人 探一个人缺手给爸爸去洗 不简单 他不是卖身体的 他是真的是劳力去赚钱 他不是那些人去探 爸爸那些特殊行业 他不是 他真的五库做一个这样 探一个厨 他又探一个座座人 其实说老实话 这个人应该是很聪明 是很聪明 他很激起 近起的人 其实当时的很多的媒体 都把他塑造成是一个小开 但是事实上 我刚才一开始有讲过 他们就是住在南投 他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很良善的 很善良的老百姓 很平常的家人 所以谈不上是大富贵 大富大好之后 虽然不是小开富二代 但是兰昆宇 他拥有不错的车床技术 在一家工厂努力地工作打拼 他因为跟黄敬文租房子 所以就变成了房客和房东的关系 但从最近他曝光的一顿引戴 可以看到他盘起长发 穿着短裙 阿诺多姿 但是邻居对他印象深刻 平常我们到乐视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然后他装扮得很漂亮 对 他就会注重自己的穿着 黄敬文保养得宜又会打扮 光从外表实在看不出来 实际年龄大了兰昆宇十一岁 就这样子两人陷入了热恋 从二零零九年开始同居 黄敬文也总爱向别人炫耀 这个年轻的男友 佛仁就介绍 这是我老公 有生意头脑的黄敬文 他也鼓励蓝昆宇自己创业当老板 为了筹收创业的基金 黄敬文甚至跑回福建老家 跟爸爸借钱 跑回来给我杀联 我救我这个蚊子卖掉 我一支不开 那我卖掉没有低蚊住啊 那你有钱拿回来盖蚊子 那你可以啊 没有钱 下个月就求我 求我把蚊子卖掉 最后黄敬文出自一百万当股东 帮助兰昆宇开了一家铁工厂 有看过他搭女朋友 那是什么样场的 聚餐啊 聚餐有时候会出现 除了帮忙创业 黄敬文也常常陪着蓝昆宇 一块儿回南投老家探望父母 努力地讨二老欢心 但是说他们感情也是蛮不错的 那那个黄小姐对我们夫妻 也是蛮不错的 尽管黄敬文努力地融入兰家 不过兰妈妈感觉就是不怎么喜欢她 我怎么说 我怎么说没办法 你跟我说 我那种感觉而已 这人父母是蛮反对 他儿子跟他交往 所以包括拿小孩这件事情 他本来要结婚然后怎么样 因为他父母亲的反对 导致他们不结婚 不结婚就把小孩拿掉 造成他心里非常大的伤痛 然后进而对他父母产生反感 从他开工厂开始后立 然后要分五立的时候 他没有分大来开始 他有提到一百万 好像是可以分二十万 都没有拿到钱 这个女的说 他跟我很好 他本来要跟我结婚 然后他去叫我投资 他的那个什么工厂 也没有被我分红 然后我又怀孕 他逼我去流产 然后后来又跟他说 你做这种事情的人 我怎么可能跟你结婚 而且你要大我十几岁 我怎么可以跟你结婚 因为他做过这个按摩院 他认为那个是比较下跌的行业 一料后来才听他们家属是说 他叫他投资这个工厂 是觉得说这个工厂会赚钱 他没有准备要给他钱 可是这个女孩很难道 只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然后第二点是这个男的 其实对他很好 因为他是自己因为年纪大的关系 本来一开始他就没有跟他 再要跟他结婚 所以这个并不沉溺 他跟这个兰昆宇感情很好 然后也很愿意为他付出 那也投入了他的全部 包含为了他怀孕 包含替他做保证人 包含借钱给他 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已经百分之百的付出了 结果得到的回应 并不如他想的 所以他觉得说 这还没给你死人 完全 完全一来一来百来 我可以当偷孙就好了 所以他带到我妈妈 所以他知道我算得好了 就立刻帮我走 我老公现在不在 然后就是赶快先去看一看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 他想要赶快处理掉 智慧紧张 他就说赶快看一看 我老公快回来了 他大概五分钟左右吧 不会很久 很干净啊 然后他地上 他可能还刚透过地 地上是湿湿的 都铺好的 就是连棉被都是铺得很整齐 枕头棉被都铺得很整齐 有响啊 可是问题是他很快就卖掉了 所以我们没有中介到啊 黄敬文急着卖房子 原本一平开价九万多 后来有买家直接跟他出价八万多 他就卖了 我就拿不到钱 那天没有好 他就准备要杀这个男人嘛 他只是把房子卖掉之后 就马上隔天 应该是隔天就下手了 他为什么要选择隔天 因为他方便他运私嘛 他房子卖掉隔天搬东西 是非常正常的 原来这一切都在黄敬文的 杀人计划里 把房子卖掉 已经是走到了最后一步了 而早在案发的两个多月前 黄敬文就开始偷偷地准备 就一先要换案了 他就先去那个 我们台湾不是健保怎么看病 对对对 他就说我睡不着 然后就跟医生一拿 拿了好像两个礼拜 吃起来二十个 他男朋友喝酒的状态 把餐有饮料的 餐有安眠药的饮料 我给他男朋友喝 我等他喝到已经 不省人事喔 睡早了还是怎么样 就开始他的下一步计划 他拿了他要抬他 他就把他摸成 那个厨的缩胶部了 他在台湾 睡着的时候把他抬 抬到桌子部上面 要留室之后 他怕火烧烧 他就抬到浴室里面 所以他不知道 他都怕老了整个人嘛 抬到扁桌 扁桌就会流水嘛 所以这个浴室嘛 他就把血脂都抬到嘛 是假如说一般我们台湾 我们手很软 你台湾会噴起来 你惊着 你知道吗 你会 可能杀到 挖死就对不对 全死嘛 就是杀了死 还还记得一袋一袋 他把那个内脏挖出来 放一个袋子 然后上次又催人了 所以他总共有七代的样子 后来我有听他讲 他说他 他父亲是 应该类似是枕骨痴这一方面 所以他对人体的构造 关节骨头是 耳濡目燃 因为他知道 筋骨的那个 你的接点在哪里 所以他要摧着他会摧着 不然你的骨子很大 你要多少车都 然后到底是他怎么去 运去弃失地点 那时候我们觉得 他不会开车 为什么会有车 是不是有共犯 他自己后来 根本都全部陈述 他已经4000 不学开车 这是很严重的事 要开老公的车子 老公说不会开不行 所以他要赶快学位开 他说他老公的车 好几百万 都是这样讲 所以要学位开才有感觉 下去班的教练 对他印象深刻 因为黄敬文 一路上都超速 他开都超速了 一般大陆 50 60 60多 这时候我感觉 高练感觉 也是很合理 他不是 他开要到100了 反正他叫教练 不要那么紧张 学位的开车 最后就剩下了 准备气势交通工具了 再来就是说 他用自己的车去验 万一有雪地出来 你车子上面验出 有雪地反应 你一定是哪里脱身 所以他才要去 特别去租车 租车他只要把它清洗 结果还给租车行老板 租车行老板 租车行老板 不会有这个警觉性 也不会刻意地去保存 这个证据 因为他会觉得 他可能又在租没别人使用 在动手行凶前一天的下午 四点多 黄敬文一个人去了租车行 老板对他有印象 因为这个人 穿着雨衣戴安全帽 进到室内 也都没有脱下来 他一进来的时候 就穿雨衣 然后戴全罩式安全帽 然后戴口罩 一路上就是 根本讲要租哪一部车 租完之后很充满的 就想离开这样子 然后租 讲租几天 然后租了两天之后 他就急急忙忙就走出去了 这就是检警最后拼凑出来的 杀人计划 黄敬文他一个人开着车 将尸块丢弃在石缸区的 一条产业道路旁 并且颇杂汽油本招 在回程时 他还不小心发生车祸 把车子开进了凤梨街 应该是他去肢解尸体 一定是整晚都没睡 然后加上搬拟尸体 应该是他体力也蛮透支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又遇到这个事情 造成他精神恍惚 去小查状 这就是我们的 你说是说 可能这些死者有点 有点缘分的 会拉扭 不小心 一定会出事 然后第二天 他再返回去现场的时候 是要了解 有没有人找到 发现 然后他看到 怎么好像有 被破坏的痕疑 就是很像有动物经过来 他还特地找多一点的树枝 对啊 再把它覆盖起来 我到底有时候有水灰 台南也是 我有落痕迹 是没有人知道 我怎么在这 我看着穿起来 你去 看着一只鞋子就走出来 有 去到台台 都是这些刑犯 所以 那个胸田 再次回到现场 是常见的 那四次里面 我找到的那画面 那四次里面 其实有三次是失快 那有一次是真的 哪一些旧衣物 那这个其实我认为是 那个所谓的黄小姐 她在布局 就说如果她这个画面 被看到的时候 怀疑她带的是失快的时候 她可以告诉人家说 我这些是要搬家的衣物 所以那四次里面 后来证明 三次是 就是蓝先生的失快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从她设想这些过程 还有跟我们这个警方 还有讲官在 在斗智斗力的过程中 我觉得她是一个蛮冷静 蛮缜密的一个人 还有她现场可以处理到 说连检方第一次 初步见识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什么 明显的一些证据 我是觉得她算是 蛮聪明的 也蛮冷静的 然后心事也蛮缜密的 所以做到这种神私手里了 大概都有预谋 而且她的目标 她已经锁定了 比如说我已经决定 要这样做就对了 锁定放不放一锁 她真的是 绝对不放一锁就对了 怎么知道我们都很厉害 对 人家一直锁 一直锁锁锁 你怎么还要做 人家一锁锁锁 人家一锁锁锁 有没有 原来我靠这个就不能 你知道吗 我昨天看到新闻 我真的觉得说 我妈妈真的 我因为那个是假的 我妈妈不可能这样子的 那怎么会 我一直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说肯定是被逼的 就是说我奶奶想杀 顿给她补一补 但是她都说不要杀生 她说那样子不好 这样的难了 把自己弄成这样的结局 真的没想到 我姐姐真的 不知道怎么这么苦了 也命那么苦了 我们吃了心碗也好 但是记得你家 也过得开心吧 也不会这样子 王静雯的家人不敢相信 那个善良到不忍加深 为了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独自来到台湾 拼命赚钱的好妈妈 好姐姐 竟然成了冷血残酷的 杀人凶手 这个图是你带的 这个图是你带的 这个图是 对 我觉得她很会演技 包括带我们去七尸现场的时候 她靠近尸体的时候 我稍微哭一下 哭一下之后 我们又把她带到旁边 她又变成很正常 到底哪一个才是黄静雯呢 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她对深爱的同居人 痛下毒手呢 包括就是 因为她对她男朋友的付出 因为她很爱她嘛 她愿意为她付出这么的多 结果换来她男朋友的不太理睬 或者甚至在外面又结交其他女朋友 导致她产生了恨 完全是为了恨 这个字而已 而且她们两个之间的情感纠葛 即使你问其他亲朋好友 或是她们的父母 也不一定是了解真相 因为她们也不一定对父母 讲真的 讲真话 我觉得真是 真的是因为她原本太爱她了 为她付出太多了 所以她还会急 两极话 这会恨她 恨到真的恨到骨子里去 那又恐怖了 不知道说这样 对外在台湾的小孩 说这样两周前 过两个三个到这样 还这样跟她抢 路线也要跟她抢 我感觉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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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跟她抢 三个看不见 不睡觉 站起来看她死的形状 是这样的死到这 真的气场了 有什么生存大分的死到这些 跟台人也不用死 也不用背 我觉得回忆这个部分 她完全没有提到 她只是一直在讲说 她对她男朋友这么的好 而且真的 但是得到这种结果 她真的很恨她 一时气愤了 但是所谓一时气愤的 也不对啊 她已经规划这么久 怎么会一时的气愤呢 对 所以她讲的 我觉得 就是避重就轻 美公主 我两个吩咐到她 吩咐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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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静雯的杀人计划里 也包括了死者的父母亲吗 她在杀了蓝昆鱼之后 她竟然又跑去五金行 她买了一个 十公升的油桶 她到底要做什么呢 一般的客人进来 不会戴着安全帽啊 而且她很 她都很 她可能知道我们东西 她一进来 就自己走上来拿了 黄静雯在杀害男友之后 她头戴了红色安全帽 身穿了红色外套 又跑到了五金行 买了一个十公升的塑胶筒 她要做什么呢 来妈妈怀疑黄静雯在杀害她儿子之后 难道还想要拿汽油到她家中火吗 她就是要跟她的仇家不做就对了 那种人也看得到 如果没有放弃 她就跟我们这一块 有没有放弃 我觉得回忆这个部分 她完全没有提到 她只是一直在讲说 她对她男朋友这么的好 但是得到这种结果 她真的很恨她一时气氛 但是所谓一时气氛也不对 她已经规划这么久 怎么会一时的气氛呢 所以她讲的我觉得 就是遇重就轻 不是说我们的红白家儿子 说到红白家儿子 你让台试说她的红白家儿子 全死人你欠过来 这件事很毁宜 假如在台试 又说全死人你欠过来 她跟她的家人 跟我们道过歉了吗 她真的悔改了吗 她在法院还很囂張 我凭什么要原谅她 然而最高法院却认定 黄静雯在羁押期间抄写禁书 还写了五封自败忏悔信 给了法官以及被害家属 并非毫无教化可能 罪中医 杀人等罪判处 无期徒刑定业 我们的女孩 让台试的警示人欠缺 我们还叫做回国 有机会在台湾那里 我不觉得有好 台湾女孩要来这里 把她消息 又骗我去方圆 我九尾而已 叫我说你去睡 我三岁才会在这里 我接到我同样做到的 她来这边要来放火 把我们的女孩处理 要来这里台湾放火 这种人还要出来 老板 你跟巴仙女出来 他会不会再来修完 虽然她婚姿有什么阴谋 这照道理是要判死刑是没错 有分尸 异谋有分尸 这个一定很严重 既然她是亲属 尊亲属 少了一个重点 所以她经济里面的时候 她一直写金 一直忏悔 忏悔 所以法官觉得她还是有回忆 她很无期徒刑 台湾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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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见 请到订阅人数 出货了一百万 感谢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们会更加努力